我的名字叫王啟穗 然後我出生於台東市 然後是希拉雅族跟北南族 台東是個顏色非常漂亮的地方 因為從小在那邊長大 一開始在裡面生活的時候 其實並沒有想到這麼多 可是後來到世界各地去跑 然後開始跟大家介紹台東的時候 那個腦子裡面回想台東的顏色 都是非常的鮮豔的 我覺得台東的海 可能跟其他地方的海不太一樣 就是它其實很深 然後那個顏色是既美麗又危險 那其實對於一般海或是水這個的想像是 它還蠻有神秘性有故事性的 那對我而言 我有一系列的作品都在畫海公路這些東西 因為我覺得水本身可以好像Mutualize 就很像把一些記憶一些情感去綜合化 然後去集合在這個水的一個記憶當中這樣 所以其實對我來講水是一個 一直以來都在追求的一個媒介 然後透過這個媒介我們去看到的現實 事實上是被強化的記憶或者是民族的感覺這樣子 我有一部分的作品我在探討視覺感知 就是我們眼睛所看到的東西或是我們記憶中的影像 事實上可能並不太是我們真實去體驗過的東西 它其實是有點差距的 那我是想要把記憶裡面的那個影像更純粹化 然後藉由我們眼睛可以看到可以認可的東西 可以去識別的東西一些符號 然後再把那個記憶本身再加強它自己的強度 包括我對水的記憶 包括我對家鄉的記憶 包括我對一些文化的感知這樣子 我對水的感知這麼的深刻 就是因為我們家族算是有被斷成被截斷記憶的一個家族 就是明明有這樣子的原住民的歷史 可是因為有一代的家長他們決定不講 不讓我們知道有這樣子的學員關係 所以我們被截斷了 那反倒是我自己對自然的深刻感受 慢慢的把這個東西找回來 甚至把一些歷史文件找回來 我們才發覺說其實我們就是原住民這樣 那其實我會覺得這是一種大自然的呼喚 而不是從父母親傳承下來的一個記憶 那對我而言海它就包容了這件事情 它包含了記憶 它包含了歷史 也包含了未來